看完好吃的再来听好听的 这阿妹张慧妹 变身成为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之后 她卖唱片的手法也与众不同了 主打歌也要搭上鬼乐的气氛 只不过这些影片 只能在网路上才看得到 看得出来 阿妹这回可是要锁定网路新世代 要打一场不一样的行销战 荣誉七月天后张慧妹 穿上一身白衣 推出新个NV挑战竞技话题 这样惊悚的画面只在网路上放松 同样的新娘被打到喷牙 这样的恐怖剧情 也只能上网才能看得到 原来阿妹卖专辑 这回不走传统媒体 改在网路音乐平台拼点乐率 低点预算都非常非常高 店人那个NCC绝对是加以重罚 所以它的网路版跟电视版 或是一般播出的版本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阿妹出道18年 见证实体唱片没落 当上音乐总监算得精 不再砸下数百万买MV 就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就会把八成预算 相当于新台币700万 全部砸在网路宣传 瞄准中国2000亿数位商机 这件事都是以秒来计价的 可是在网路上呢 网路没有国籍的分别 然后随时可以下载 随时可以转月 你看它这次马上就破千万了 这非常非常的厉害 阿妹的网路卖唱片 这商机天后蔡依林也秀到 前年的大艺术家也搞网路宣传 MV推出两周 就创下了200万个点阅率 台语天后谢金燕的姐姐 去年在YouTube也突破2000万个点阅率 一样从网路串红 艺人阿福更从网路创作素人 变身为当红歌手 歌手现在很聪明 都会把这种宣传的主力跟费用 放在网路上多一点 其实这样也节省很多的经费 看来艺人打歌也瞄准新媒体 噱头十足就看粉丝买不买单 东森财经新闻 江生红李洋丽特的网络 艺末丽特的网络 şey没办法